G7外长会议7号到8号在东京举行 不止乌克兰以及台海等等的议题 包含了加萨走廊的局势 也都是讨论的焦点 对于中东的冲突 各国立场不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要团结一致 但是会后声明却提到 基于人道主义结束战争 并没有提到停火两个字 显然内部已经出现了分歧 七大工业国组织G7外长会议 周二与东京登场 这是尾巴冲突爆发以来 G7各国外长首次展开会议 不过会议登场前 场外聚集上百人街头抗议 要求以色列对加萨停火 抗议民众高举旗帜 大喊口号希望和平停战 场内同样聚焦中东冲突 刚会见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 重要时刻必须要团结一致 日本外务大臣上传杨子 也表示希望取得共识 并在会议中谴责哈马斯 与其他组织呼吁立即释放人质 日美两国态度一致 都维持亲以色列的立场 共同争取人道主义暂停 不过各国一度传出意见不合 会后发表的共同声明 并未明确要求以国停火 最后声明紧急于人道主义 结束战斗 只字未提停火两次 G7内部对于中东战火 显然已经出现分歧 记者综合报道 乙军现在正在加萨和哈马斯 进行激烈的巷战 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表示 哈马斯的武装分子 频频从地道朝着乙军发射火箭 以及推进式手榴弹来袭击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6号同意 针对加萨要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以消灭哈马斯地道系统和头目 为主要目标 乙军持续对北加萨进行空袭 目的是尽可能摧毁地面军事设施 以利开展地面入侵 根据路透报道 以色列国安消息人士透露 乙军准备进入下阶段作战目标 全力瓦解加萨的地道迷宫 和歼灭哈马斯首脑 预计取绕好几个月的时间 乙军7号发布影片 展示在一处残破不堪的民宅中 发现并成功摧毁地道的行动 其实不久前 乙军就曾公布一段影片 加萨一处被炸毁的游乐场里 土堆中赫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圆洞 乙军指出这个就是通往哈马斯地道的其中一个入口 以军出动机器人和锈炭权 负责定位和出炭地道入口 一例特殊部队未来攻入地下 同时派出推土机摧毁部分地道入口 哈加里7号表示 部队不断使用爆炸装置摧毁地道 目前已经破坏超过100座警状通道 根据外媒报道 拜登正力劝纳坦雅胡休战三天 争取哈马斯再释放10到15名人质 但消息官员指出 纳坦雅胡在通话中表达对哈马斯的不信任 并且认为哈马斯不会同意人质交涉 他还说要是以色列休兵三天 恐怕会失去当前国际社会支持 确保人质安全显然已经不是乙军的首要目标 记者综合报道 长青青年曼 致urar 替死 表鲁